大家好,欢迎收看剧演书香,我是宁希 狄人杰大家都知道,他是武则天当政时期的著名宰相 很多影视剧也经常以他为题材 比如一些说破案的,把狄人杰塑造成了一个神探 推理能力一流,破案很厉害 其实呢,狄人杰作为一代人杰 他身上还有很多传奇故事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他的胸怀和他赏识人才的故事 狄人杰自怀因是唐朝时期的并州晋阳人 狄人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和武则天的提拔和赏识分不开 他本人呢也成长为了武则天的左膀右臂,骨弓之臣 武则天是天寿元年称帝的 在天寿二年就拜狄人杰为宰相 可以看得出武则天对他的信任 据说有一次武则天召见狄人杰,对他说 你在汝南当官的时候政绩不错 可是却有人在我这里诋毁你,重伤你 你想知道是谁吗 敌人杰却回答说 如果陛下认为我做错了 那么我可以改过 但是如果陛下认为我没有做错的话 是我的幸运 着者自着,轻者自亲 我不想知道背后诋毁我的人是谁 如果我知道了 可能就会带着包袱去工作 实在是没有必要 武则天听了非常赞赏敌人杰的这种 待人处世的大气风度 可是武则天当时新登基不久 朝廷里有很多反对的势力 朝中式波轨云厥 形势非常复杂 所以仅仅过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敌人杰就遭到了打击 当时一个叫莱俊成的库里诬陷他谋反 敌人杰因此下了大牢 后来经过各种努力 他辗转得到了平反 却被贬到了彭泽县 做了县令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契丹首领孙万荣作乱 攻陷了冀州 武则天为了稳定局面 又启用了敌人杰 让他担任了魏州刺史 当时契丹听说敌人杰又出山了 吓得赶紧部署撤退 神功元年 敌人杰再次败相 敌人杰这一路走的可以说是磕磕绊绊 从年轻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 一路走来是万般坎坷 几经生死 可也正是他和武则天的多次交往合作 女皇却越来越看到了他身上的优点 朝中的众人也越来越发现敌人杰的过人之处 他德高望重 为官轻政 执法严明 不畏权贵 爱护百姓 敢于直言相见 深得武则天的尊重和信任 在朝野也有很高的声望 敌人杰还有一颗仁爱之心 公元688年 敌人杰还在担任豫州刺史 当时因为武则天要改朝换代 李唐宗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有一个李唐宗氏叫做李珍 他是唐太宗的第八子 唐高宗的兄弟 他对武则天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满 就组织了不少人发动叛乱 想要推翻武则天 恢复李唐宗氏的主党地位 可是他被武则天剿灭了 当时受到这个越王叛乱的牵连 有几千个人被定罪 判了死刑 敌人杰知道了非常着急 虽然这件事和他没有多大的关系 可是他知道这是个冤案 宗氏大臣叛乱和普通人 有多少关系呢 于是他不顾自己的安危 密奏朝廷 还多次给武则天写信 说清事实 陈述冤屈 最终的结果也非常好 使得这些人呢 大部分获得了宽大处理 大部分保住了命 当时参加镇压叛乱的一个武将 觉得自己很有功劳 十分傲慢 他纵容不下在谋反案事发地 抢索财物 还想借着这个由头 伤害更多的无辜者 敌人杰义正言辞地警告他说 叛乱的人是李真 城里的人都已经归降朝廷了 如果你纵容人 烧杀抢掠 就会血流成河 这个武将没有话来对答 可是却对敌人杰怀恨在心 他跟朝廷打报告说 敌人杰傲慢无礼 可是武则天明辨是非 对敌人杰仍然是深信不疑 敌人杰当宰相以后 他深深地意识到 想要国家安定繁荣 需要大量的优秀的 有品德的人才 所以他不仅自己为国出力 也一直很注意发现人才 积极向武则天来举荐他们 武则天有很多人才 都是敌人杰发现和推荐的 比如有一次 武则天想要敌人杰 给他推荐一个可以用的人才 敌人杰就推荐了一个 叫张俭之的人 当时的张俭之年纪已经大了 可是武则天相信敌人杰的眼光 很快就把张俭之提拔 做了洛州司马 武则天的武州王朝定都在洛阳 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官职 是掌管京城的高官 没过多久呢 武则天又来请敌人杰推荐人才 敌人杰就回答说 上次我推荐的张俭之 陛下还没有用呢 怎么又叫我推荐呢 武则天笑了 他知道敌人杰的意思是 没有重用他推荐的人才 就说 张俭之已经担任洛州司马了呀 敌人杰回答说 经州长使张俭之虽老 宰相才也 用之必结于国 意思是我向陛下推荐的 当初的经州长使张俭之 他是个宰相之才呀 可以继续为以重任的 武则天听了 很快把张俭之提拔 做了刑部侍郎 张俭之呢 也果然是不负众望 政绩出色 后来武则天果然任命他 担任了宰相 姚崇也说 张俭之陈后有谋 能断大事 像张俭之这样的人才呢 敌人杰陆陆续续 推荐了几十个 其中像还原范 靖辉等人 后来都成为了一代名臣 敌人杰发现的人才是越来越多 旁边就有人跟敌人杰说了 天下逃礼 都出在敌宫的门下了 这是赞扬他赏识人才 可是蝶人杰却始终不敢鞠躬自傲 始终情情绵绵 武则天一直都对蝶人杰非常尊重 在上朝的时候也不叫他的名字 而用尊称国老 蝶人杰来拜见的时候呢 武则天经常不让他下跪 总是说 每次看见敌宫跪拜我 我都感到不能承受 武则天担心蝶人杰的身体 还免除了蝶人杰夜里值班的工作 专门对蝶人杰的同僚们说 如果不是军国大士 就不必去麻烦敌宫了 蝶人杰喜欢当面提意见 武则天即使心里不是很赞成 也往往依从他 一个优秀的皇帝 必然要有优秀的帮手 其实武则天和蝶人杰的交往过程 总是能够让人想起一个词语 那就是军民成贤 而敌人杰的过人能力 对人宽大为怀 不计人过的态度 善于赏识人才的慧眼呢 也让人们津津乐道 传为美谈 好的各位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志愿书香 我是宁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 下回